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皮膚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狀 其實都可以透過攝取純度高的提取物 來改善情況 今集的健康介馬跟大家解構一下 第一組就是螺旋組 過敏反應源於免疫系統的抗疫行動 而這個螺旋組中最引人關注的活性成份 螺旋組多糖和藍組數 正是與敏感的息息相關的 而前者能夠有效益製身體裏面的過敏反應分泌物 百介素4 而後者則具有優異抗發炎功效 減緩因發炎而陣至身體不適的反應 第二種就是蘋果果膠 果膠是蘋果裏面最有益的成份之一 能夠刺激人體大腦中 昇形細胞分泌出 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BDNF 對內分泌及免疫系統方面的問題 例如鼻敏感、烤喘、淚風濕關節炎等等 都有舒緩的作用 大腦中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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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台灣黑白講 不過這集大家見不到我,但是我做神秘的傑拉達 主持人依然有... 我鄭托玲 另外一位多兩位美女 這位是嫌兒 我是嫌兒 另外一位是...美伊 大家好,我是美伊 這兩位跟我們之前也有兩位聊天 都有點類似的,不過也有不同的經歷背景 因為上次那兩位是夜店為主 這兩位又不是,是做模特兒 所以這次又找他們聊聊天 鄭湯來做主持人 那先問一下他們,主要的正職是做什麼 然後我們想了解一下你們大概的工作之類的 然後先接受一下,不然是美伊先講吧 好,那我工作的部分主要就是拍平面,平面model 那平面的部分就是有彩妝啊,婚紗啊,或是比較性感的實裝 或是內衣 內衣喔 對,內衣 對,然後還有兼職那個直播組 就是有在直播這樣子 那偶爾有時候也會去帶帶團這樣,就是旅遊團 旅遊團 出國的 出國嗎 沒有,在台灣 對 你剛剛說直播是十七那一種 對,一七直播 喔就是那個手機那一種 對對對 那個羅伊也有做喔 羅伊 男生很帥的 真的喔 我們主持人之一啦 很帥的他有做那個直播 不過我們是講足球啦 喔 來,這樣繼續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工作內容 對 然後,謝兒呢 謝兒呢 我的工作其實跟每一差不多 就是也是走平面model 然後拍攝一些時裝 就是平常穿的那種衣服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拍攝像 就是一些角色扮演 像是忍者啊,花魁啊 然後或者是日式和服等等的 那另外也有就是在直播 就是也是十七一七在上面直播這樣子 然後大概就是接一些活動 近年好像很多台灣女生都做這個 十一七直播 真的沒有運 我們想了解一下 我們想了解一下 如果在台灣很多人 女生啊 都是做那個直播啊 我們想針對這個 多了解一下 可以說你怎麼進入這個工作啊 然後大概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吸引你來做 然後呢 之後大概是收入會怎麼分啊 怎麼算 怎麼去收錢 多少錢 每個月會一間子 嗯 那當剛開始會接觸的時候 就是在網路上 就經紀人在網路上面 就 research 對啊 就說那你有興趣要來做嗎 那時候就想說 這會不會是騙人的 對 然後想說 薪水給你 一兩萬一萬八或這樣 就是看你的名氣 看你外拍的名氣 然後來分你的底薪的部分 那有些人可能是沒有底薪的 然後 呃 還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禮物 禮物收得多的話呢 就是 你的薪水會比較高 就是這樣子 對 那然後 會想要做直播是覺得 一開始就很不習慣 對著一個手機一直在講話 就會覺得好像 就是如果沒有人回你的話 你就是要一直想辦法去講話 然後等到有人回應你 就會蠻不習慣的 可是後來越來越喜歡 就是 終於你努力 可能你唱歌啊 就有人會看到你 然後就會跟你聊天 就送禮物 就會有一種成就感 那從你剛開始到 到那個 開始有人 就是回應你的 中間過程 然後 做好幾次 要熬多久 才能有 我的部分 我大概是熬了三個月 三個月 每一天都要做嗎 對 我是每一天對著鏡頭 就可能有誰進來 就會有帳號 我就說 哈囉哈囉 誰是誰你好 沒有理我 OK 那我再繼續 然後三個月這樣過去了 終於就是有 就是粉絲跳出來說 其實我已經看你三個月 那時候就天啊 就很開心 然後就會開始支持你 慢慢的就會越來越多粉絲 就是慢慢的冒出來 就說 我也看你直播看很久 這時候就是有一種成就感 那每一天要錄多久的 不一定 就直播多久的時間 不一定 我每天固定就是兩個小時 對 兩個小時以上 嘩 直播兩個小時啊 對 好 剛才美醫就說 初初入行 就覺得會不會是騙錢啊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很不習慣 每天對著手機 一天說話 但又沒有人回應 都說熬了三個月才開始有些 feedback 大概是這個意思 然後就說 有些大醫生 初期可能 兩萬 兩萬 到兩萬 有些收入禮物就收入越高 那我想問一下 那譬如現在已經做了這麼久 其實做了多久 你做多了嗎 我直播做三年多 哇 三萬 你看 現在收入行家 也沒有 因為就是禮物如果少就少啊 如果沒有 不是每 不是每天都在過年的感覺 就是沒有每個月都是禮那麼多 所以 現在還是每一天要過嗎 對啊 那是不是 平均都有二三十萬收入這樣 有有有 所以 哇二三十萬很高了耶 你說二三十嗎 二三十萬 一個月 二三十萬 沒有那麼多 聽 聽錯 我以為說二三萬這樣子 二三萬 還是會有 大概四五萬 平均一個月都有四五萬 那也還OK啊 對啊 普通 這樣算很普通 那賢爾呢 你的經歷呢 從一開始接觸直播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一開始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他有在直播 然後我就覺得他非常厲害 就是怎麼可以對鏡頭 然後就是一直自言自語 然後講了超久超久 然後就是一天播好幾個小時 然後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說直播好玩嗎 然後他就說還不錯 就是一直聊天啊唱歌啊 然後就是沒事就是做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是網友都想要看你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有點緊張 就覺得就是要對著手機 然後又沒有人回應你 就是你就不只能看著人家打字 就是好像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然後又覺得就是如果自己對著手機 講話的話 感覺就是會辭窮 就不知道要講什麼這樣 然後就是一直過了好幾個月 然後直到有一次接了一個活動 就是那個活動算是一個博弈遊戲 就是要在現場 然後也是直播發牌的種 對但是那是就是他那一集是一個什麼百大美女 就是在場面陪著 然後就是幫忙發牌的那種 就是其實也沒有幹嘛 就是很輕鬆的 對然後去到那邊之後呢 就是發牌是那時候超緊張的 因為第一次直播 對然後就後來發現 欸就是網友都還蠻熱烈的 就是會一直回應 對會一直回應然後聊天 然後就發覺原本還是兩三小時的那一場活動 然後一下就過完 然後他們就說欸剩五分鐘結束了 欸這麼快 然後後來才覺得就是欸好像還蠻有趣的 然後就是不像原本想那樣子 只是好像很可怕 然後沒有人回應你啊什麼的 對所以後來就是開始在找一些直播 然後剛好就是也朋友引見 對所以就是開始踏入直播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剛進到一個平台是完全沒有粉絲嘛 粉絲數是零 然後就覺得很緊張 就是會不會沒有人來看啊 就是一開始緊張就是想超多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是想了題目 就是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完就是講故事講笑話 等等種 就是想說好 如果沒有人回我的話 就是我至少可以自己在那邊自己講 就是自己自己還不管他們 對 就開始直播之後 欸發現其實他們就是都還蠻好的 對就是都會回應啊 那現在有多少粉絲啊 現在大概兩三萬吧 哇哇厲害耶 就是直播了 我才沒看過十一期的直播 一直都沒看過 所以現在哇兩三萬啊 每天很熱鬧囉 對就是大家都會一直聊天啊 然後就是像朋友那樣子 是天天練 最近比較少直播 因為最近就是身體有點狀況 所以比較少開播 那做哪一種的 這什麼做多久啦 結果 從直播到現在大概一年 一年了 就是沒有每一週那麼久 對沒有那麼久 那大概 大概每一個月現在收入呢 現在收入 我去大概就就是還過得去 對 那時候還要去其他活動 其實他也是就是看那個粉絲的回饋 就是禮物數的多寡 就是直接決定你的薪水這樣 就是其實也蠻不一定的 哦 要翻演一下吧 對 就是大約都可以過得去啦 那些收入就 那但是就 做了一年多 做了一年多 大約是看看那些粉絲有沒有送禮物 這樣看一下多少 那樣 還有都要 最近就少做了 對 那除了直播之外呢 還有就是 怕廣告啊 你說有拍那個平面廣告嗎 大概有拍過哪一些類型的 嗯 就是目前的話都是接拍照 然後就是以外拍為主 就大概是一些台灣著名的景點 目前都是台灣的 然後就是可能像就是 排大 然後或者是在盛銅裡面 對 然後主要的話就是 像團排 就是有一個團長 然後就帶領了幾個 攝影師們 然後就一起去拍照 然後大家輪流這樣子 欸 他們是哪一種 就是哪一家公司還是機構 來聘請你們的 還是個人 嗯 算是個人的 個人 就是一些喜歡拍照的 然後就聘請你們當model 來 就他們去拍照這樣子 對 哦 那有一些是那種就是公司的 公司他們裡面的那個攝影科 然後有攝影教學的 啊 剛才忘了問 這個做十七直播而已 是不是都要穿得很sassy 那你們做那個直播的時候 你穿著是跟現在差不多 還是隨便在裡面那個穿著 那個睡衣都做節目 還是還是都隨便穿都可以 還是要穿很 很漂亮很吸引那一種 嗯 制服那一種 其實直播上面 不過他會就是 關我們這個方面 就是主要看個人的風格 那像有些人可能 走性感路線的話 可能就是大概就穿這樣子 但這是我平常的話 就大概就包緊緊的 就是我 其實是我昨天才買的衣服 蛤?是呀? 新衣服啊? 對 就是平常不會穿這麼聾 哦 哦 那就是很榮幸喔 我們節目才穿得這麼 這麼精彩 謝謝你們 那麼 那麼 花錢還來 那個 穿那麼漂亮 給大家 我們香港觀眾來看 那你通常穿什麼衣服 在做什麼 我比較 多病化 我會 有時候穿旗袍 有時候就是 旗袍 對 或日本的那種 和服感的 對 然後或是 有時候可能就 也是Cosplay一下 或是哪一個 我喜歡哪一個 MV裡面的 藝人 他的演唱會的衣服 我就會特別去買 然後穿來直播 那通常利用 其實說 看著你吃麵啊 煮飯那種 會不會看到 不會 那個通常粉絲會跑掉 是啊 對 那比較少數 少數的觀眾 會想看那種 哦 對 如果他喜歡賢慧的女生 他就會去看這種 會做菜單 對 像我們就不會 我們就是唱歌 跳舞 就是主要互動 對 就是互動 通常他們就是 做一些 跳舞啊 唱歌啊 那些表演性質的 煮飯啊 洗衣服那些 就不會做的了 那些是 比較少一點的 觀眾想看到的 那有沒有說 一天裡面的時間 那一段時間 那些人潮會比較多 晚上 深夜兩點 還是說白天都會有人 呃 其實每一個時段的人都很多 但是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哪裡 比較多的話 大概就是 中午 跟晚上六點 到 晚上凌晨兩點 這個時候 最多人 對 這個就是中午的時候 或者是 晚上六點 打後到 大約凌晨兩點 就最多的那些粉絲 去看這些節目 中午可能是午餐時間 對 午餐時間 那也變成很晚才睡覺 對啊 所以 除了 做直播之外 模特兒 基本上都是外拍的東西 基本上 看你收藥都不錯 可能應該還多過我 多過你了 哈哈 我說你們的收入比我們還高 哈哈 來他們辛苦 還有花時間打扮 每天講兩個小時 很了不起 很累啊 因為 我直播一場比賽 也差不多兩個小時 也是 好累 但是至少畫面還有東西可以講 如果要我想一些東西 我沒辦法 所以你剛才說還有一些笑話什麼的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哈哈 分享笑話 其實我就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喜歡一些新奇的東西 所以就是不會想要就是每天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可能 例如說今天就是要講笑話好了 那我就在去網路上收集一些資料 然後就是念大家聽 就是 就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 看著念 但是是有帶著一些情緒 就是去 就是演出來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覺得 喔好新奇 然後要不然就是講故事啊 玩玩遊戲 就是跟 主要是跟觀眾互動的那種遊戲 就例如說 我們來猜數字 然後猜到的人就怎麼樣怎麼樣 例如說有什麼懲罰 懲罰 對 會有什麼懲罰 懲罰的話就是 喔那你要丟多少禮物過來 哈哈 哈哈哈哈 對 然後獎賞的話就可能就說 那我就寄一個什麼小禮物給你們 對 不錯不錯 然後反正就是 可能有時候會去戶外 然後就跟大家介紹一個景點 就是那種旅遊方面 旅遊先紙 對 喔以來如此 不過現在不知道香港的女生 都流行不流行一七的呢 下次要訪問一下 香港的 港女先 下次 其實訪問一下港仔 有沒有看 阿刀 阿刀 這個 港仔不難啦 港女難找一點 OK啦 今集就差不多了 大概都了解了兩位 下一集說一下其他話題 好 深入探討一下 林交給鄭湯 下集好嗎 哈哈 今集就差不多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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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伸手先 全新一期健康解碼 第四期已經出版了 今集主要是講解 因為尿酸過多引致的痛風問題 和了解一下濕疹的成因 隨書會有二百四十元現金券 和會附送價值一百九十八元的痛清 記得不要錯過啦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